Jason见过市场这一转跌得非常急 撒下来的幅度也很大 现在维持在24,000水平关口上落 将这个市场进一步折低的很明显的因素就是恒大那一项 据报在今星期恒大也会有一些贷款利息和债息到期都要支付 说的是利息的金额都相当庞大 最新外电都报道恒大都警告如果银行拒绝延长贷款常还的期限 公司会有一个即时倒闭的风险 所以整个系以至其他内房都会继续跌跌不休 继续维持整个系里面好几个都还在跌双位数 还有一个连环爆煲的情况 内房现在是蔓延去到内房 还有内房资产相关的 就是持有很多内房资产的内银内险 都是要遭殃的 这次我们主要会想说 究竟内房去杠杆或者恒大事件 对内险股影响会有多大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go through 就是平保的股价走势有多差 今天还要是四年以来首到失手过50元的水平 其实下午回来整个内险股跌少了些 不过都是连跌了好几日 如果我看最伤的话就是平保 因为今个月至今 累计都跌了超过一成六 由那个位置百多元以上 都回落了超过一半 看恒大是不是那个风险爆煲了 以至到令到爆发一个系统性风险的机会都高呢 就是你看所有内房压内银内险都要集体陪葬呢 你看那个风险性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我看去到最后的一个地步 又未必说去到一个无罪违约 就是今天很多的报道都传就到最后阶段 内地譬如可能是一些国企 甚至乎政府方面都要介入 去到接受恒大那个资产 那当然你说对于债权人来说 或者本身你买了恒大的债券那些险期来说 那又不会说完全没有损失的 那我都相信到最后 债权人和恒大去到谈 那都要做一个hair cut 做一些债务減免 那可能现在市场股呢 都要减大大概是七成至八成 那所以你看到就算那些险期方面 都要开始计数了 究竟他们现在拿着那些债券 比例有多少呢 甚至乎你说在balance sheet上面 没有显示的 但是有机会在入账方面 用了个所谓是非标准资产的方式来入 那就是说在那个资产负债表上面 是不能够即时反映到出来的 那所以即使你看到 好像上个星期平安 他说澄清暂时他手头上面的投资 就没有恒大相关的那些债券或者股权 但是到最后你说他会不会有些 恒大发行一些理财产品呢 或者其他一些 譬如可能恒大旗下那些 房地产的物业那些实体的投资呢 那这方面我觉得市场上面都还是担心 嗯 是 其实就是你看 为什么平保的反应会这么大呢 根据高盛其实引述回 平保管理层就说到 其实公司截至上半年 所有那些内房投资价值 他就占他们公司整体的投资组合 其实很少的 就是5%左右 当中上市的那些内房 或者债务投资产品 和地产的投资项目 比例都是接近的 而你看如果高盛有个report 我都说到说 说现在说上市的那些内地保险股 对房地产的风险厂口 是很有限的 说比例的核心常负率 就现在是高过100% 但是房地产相关风险的厂口 占他们整个投资组合的比例 大概是半成左右 觉得他们是顶得住的 你看其实因为很多券商 还是给平保的目标价 或者是给投资评级 都还是挺高的 譬如有些看平级去买入 或者是增持 如何去看平保股价的反应 最主要大家是担心些什么呢 它的股价因为已经跌到50多元的水平 还要留意就是 它5天之后还要取证 都要派1元多的息出来 到时候股价又要再扣一扣的时候 你看平保是否真的重新大行 要有一个re rating 现在普遍都还在看100元 三位数次 是不是都不切实际呢 你说现在去到这些价位 看上去100元 当然是不实际的 也有机会不大 那我都觉得高盛方面 今次份报告的股算 当然它整体来说 都不是说叫相当乐观 只是说影响未算太大 但是其实它有些观点 我又保留的 譬如你说它经过 所谓的压力测试之后 即使你去到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它们的常负充速率 都可以在100%流畅 但是这个其实又不是说 算是特别好的情况 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险期 常负充速率 都是说150%以上 如果你说都真的去到差的情况 要下到100% 基本上那个压力 都真的挺大的 其次如果你说说平安 始终之前它在华夏幸福方面 都已经出过市了 那个的撥避都有三百多亿 再加上因为你都牵涉到内地政府 都开始 concern 平安其他的房地产相关的资产 都说要去到做深入调查 那令到大家就担心 平安旗下 即使你说可能恒大的拖口不高 但是你说这一集 不是说只是恒大出事的 是有机会连带一些高负债房企 都有机会出事 那平安来的撥避都有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是的 还有呢 就是他们大行都讲到 内房现在债务那个危机的问题 其实就会令到内险 有一个间接的财富效应 因为你的内房价值跌了 那投资者或者变相在 大额保险产品那里 唯有要买少一点 换言之 似乎他们那个盈利能力 或者增长动力 估值都要向下调的时候 似乎是不是都在短期里面 这个连锁效应会继续持续呢 财富效应 我觉得这个关联度 未必说真的这么高 始终本身的人去投保单 每个月的消费额也不是说真的很大 大部分可能用月工形式来买 但是很简单 就算你没有恒大事件也好 我说到今年年头到六月那段时间 看回他们的中期业绩 都反映上半年的新业务价值 差了 特别是一些 没错 特别是一些长期保障型那些的 就是产品方面 增长是明显防緩 甚至乎按键是继续要下跌的 所以这个都反映了 就说现在内地的居民 对于买这一类保险产品的异欲是低了 同时整个行业竞争是很大 有很多回网的险企 都推一些门栏很低的那些的产品出来 所以令到这些传统大型险企 那个产品的竞争力 相对是降低了不少 好 高盛有选择一些 叫做运内险股 他比较看好就是 他们说叫做 在进行着代理改革的内险股 因为他说 如果流价地消费制 或者会避免 买一些大额的保障产品 所以就选择这类型 比如有国寿 平保 人保等等 如果说运不运这么多 内险股之中 你会看哪一种 那个相对来说 业务是值得长线看好呢 就是要选择 唯有都是选择那一种 我自己对于这个市场 暂时看法都是偏向负面一点 如果在负面的行业里面 面对这么多一些不确定性 或者一些政策风险 或者整个基本面 都有一个转弱 我觉得不需要勉强特别去选择哪一种 因为整个行业差 你看到那些保险股 你每一种 今年以来的跌幅都相当显著 就是差了有些跌三成 有些跌四成 既然是这样 就是当整个行业 基本面没见到一个明显好转 即使他们现时股值是便宜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刻买下去 直播率都不是说算是特别大转 结束了